秦天柱竟然可以指挥霸天虎部队 声波与震荡波为什么这么瘦 大家好,我是二叔托马斯 前几天变形金刚最新电影 变形金刚起源发布了第二支预告片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这支预告片里的一些新内容 首先说一句,虽然都是第二支预告片 但不同地区的预告片内容也有细微不同 我会在视频中尽量全部说到 另外在首部预告片出现过的片段 我就不做解析了 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翻译一下我之前发的视频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第一个镜头是老薇的融化炮出现的一瞬间 其实在之前的首部预告片里有这个镜头 稍有不同的是 首部预告片里并没有展示老薇的身体部分 可以看到老薇的眼睛是红色的 说明他现在已经黑化了 在另外一个版本的预告片中 第一个镜头则是柱子哥 接下来一个建筑发生了爆炸 画面左边这里有个图案 很明显是G1动画领导模块的造型 左下这位赛布坦人 从外形看有点像G1动画的警车 下一个画面 这建筑的周围和中心位置出现了蓝色类似能量的光芒 看样子像是内部发生了爆炸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建筑是哪里 盲猜一下可能是铁宝吧 下一个镜头 一艘赛布坦战机飞出画面 这位很可能是闹翻天 因为首部预告片 有闹翻天在空中变形的片段 我对比了这两段画面的周围环境 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这两段镜头应该是相连的 接下来是老薇一个凶狠的表情 而下一个画面是老薇和柱子哥对峙的场景 对比上一个画面的老薇我们可以看出 这两个镜头里老薇的肩部构造是不一样的 下一个画面是柱子哥戴上了口罩准备战斗 从胸口的发光可以看出 这时柱子哥已经有了领导模块 成为了完全体 接着就是老薇与柱子哥决斗的场面 老薇跳起一拳打向青天柱 柱子哥并没应接这拳 而是举起右手侧身躲过 老薇的拳头擦过青天柱的手 柱子哥顺势用左拳给了老薇一下 接着老薇举起了融合炮 柱子哥则用两个肩炮喷出火焰 可以看到火焰的后半部分还是蓝色的 细节很到位 下一个镜头 一辆塞布坦火车正在穿行在城市中 如果仔细看 车下面的轨道 似乎是随着车的前进凭空在前方出现 真是神奇的塞布坦科技 而且从上面这些倒着的建筑来看 这里似乎是塞布坦地下 下一个片段 是柱子哥与老薇扛着工具去工作的画面 这两人扛的工具还不一样 柱子哥的明显是个能量锯 老薇的像是个能量锤 从下一个两人工作时的画面看 老薇的工具应该是用来砸碎矿石的 下面这个大锯的片段 手部预告片出现过 但不知道是谁拿着 现在总算知道了 下一个画面是老薇手里的东西 被路过的黑云撞掉 老薇抱怨了一句 黑云听到后很不爽 过来要找老薇麻烦 可以看到 黑云旁边有个与他一样的家伙 这么看有可能这俩是黑云天杀两兄弟 或者说黑云这种矿场管理者 属于亮晒型变形金刚 接下来黑云说了一句 结合前面的剧情来看 应该是黑云在嘲讽老薇 但是这个画面里 黑云对面这位 从颜色与头部造型看并不是老薇 所以可能是故意剪辑了其他剧情 接下来的画面 柱子哥与老薇看样子准备离开 但柱子哥应该是为老薇不愤 转身开怼黑云 而老薇则明显不想惹事 想阻止柱子哥 柱子哥说 很明显他是要对黑云述终止 黑云勃然大怒 对柱子哥打出一拳 但这拳被老薇接住并说了句 然后一拳把柱子哥吹倒 想必老薇这么做只是为了稀释宁人 柱子哥让他打一下肯定不会太狠 总比被黑云打了枪 随后柱子哥感谢老薇刚才帮了自己 老薇表示自己会永远挺柱子哥 恐怕这是两人关系最铁的时候了 柱子哥与老薇鸡拳这个镜头 在另一个预告片中 两人的位置是在另一处 而且两人后面那位赛布坦人 看头部造型有点像G1的救护车 接下来的片段中 大黄蜂为柱子哥几人介绍了两个机器人 其中一个似乎叫阿丽塔 另一个叫史蒂夫 这两个机器人手中都有几张类似不客牌的卡片 柱子哥不小心把史蒂夫的脑袋碰掉了 而这脑袋里掉出一个芯片 芯片里出现了全新影像 影像里展现了一个坐标 接着出现了太师傅的脸于他的声音 柱子哥意识到这是来自地上的求救信号 这应该就是柱子哥几人去往地面的主要动机 接下来的画面是几个杂兵 不知在对什么进行设计 下一个镜头是红蜘蛛变形后击中了一名杂兵 接下来是主角团几人在火车上 柱子哥说出那句经典的 Modern Mizi Eyes 在首部预告片都有 就不多说了 下一个镜头是主角团几人在躲避天上飞船的扫描 下一个画面几人已经到了洞穴门口 随后他们到了洞穴内 下面那里就是13元祖的遗体 很快几人找到了太师傅 太师傅醒来后 赋予几人变形齿轮 主角团几人跑出山洞 第一次变形的不熟练 这几个片段在首部预告片都曾展示过 接下来是柱子哥 艾丽塔与老薇三人 终于掌握变形要领 可以完全变形的展示 可以看到老薇的坦克形态这时还没有炮管 下一个片段中柱子哥说了句 但他对面的一众霸天虎毫无反应 后面的闹翻天还问了句 艾丽塔提醒柱子哥 柱子哥随即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 回到八天虎几人那个画面 大家是不是觉得前面的升波鱼 真的那么看起来造型有点纤细 这是因为他们的造型参考了早期的G1动画玩具 画面右边两人应该是喷起鸡鱼惊天雷 画面左边应该是红蜘蛛一闹翻天 下一个片段 柱子哥说 老薇则说 这两句台词显然暗示了未来两人理念的分歧 下一个镜头出现了应该是反派的黑寡妇 黑寡妇头部后面打开后出现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发光物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过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一定很难受 接下来是五面怪羞辱预天迪的片段 首部预告片出现过就不说了 下一个片段艾丽塔对柱子哥说 这里明显是指老薇有所变化 柱子哥回答 下一个片段是老薇把红蜘蛛摁到地上 肩上的手炮伸了出来 这时老薇的手炮还是类似之一动画的造型 并不是预告片开始展示的那种三连炮口 背景人物右边的两位 看颜色应该是三尖头部队的冲锋一碗歌 而柱子哥看到老薇这样凶狠 显然也是很吃惊 下一个镜头是大红蜂说了一句 从大红蜂身后环境来看 应该是他们从山洞里出来后 掉进的那个森林 下一个片段是柱子哥与老薇 参加铁包五千赛事的情景 可以看到 这时两人的胸口还没有变形齿轮 背景是柱子哥的声音 而下个镜头里 老薇胸前的变形齿轮开始飞快地转动 而他的手部也发生了变化 接着老薇举起了融合炮 这时老薇的胸口已经有了霸天虎标志 但他的眼睛还没有变红 说明这时并没有完全黑化 下一个镜头 一块烧红的霸天虎标志被摁在了某人的身上 随后标志掉在地上 从脚部造型来看 这人应该是围阵天 但这个标志似乎是落在老薇身体的侧面 因为在下一个镜头中 老薇的正面并没有明显的霸天虎标志 从红色眼睛与三连炮来看 这应该是老薇的最终形态了 这里老薇说了一句 接着镜头切到柱子哥 他的表情显得非常难过 应该是在痛惜老薇的所为 下个镜头是大红风与埃莉塔所在的地方遭到攻击 埃莉塔说了句 这里埃莉塔说的他应该是指老薇 接下来是晴天主义老薇的对话 此时两人已经完全分道扬镳 接下来的片段 明显是柱子哥拿到领导模块 完成最终形态的画面 下面这个片段 是主角团几人从山洞出来后 被几名杂兵追杀 能看到老薇在前面因为只变形了一条腿 只能一拳一拐地走 接下来的片段 柱子哥与大红风变形 在首部预告片出现过 接下来的镜头中 老薇已经正是领导八天虎 他高喊 这句话的英文台词是 Decepticons Rise Up 我在看不东地区的预告片时 发现台湾那边把这句话翻译成 八天虎们站起来 这翻译也太敷衍了 下一个镜头 一辆塞布坦列车在蜿蜒前行 在他周围有许多交战中的战机 我个人猜测 交战的双方应该是 霸天虎与塞布坦傀儡政府的杂兵 包括后面这个首部预告片出现过的镜头 应该也是这两方 这个镜头出现的战机 应该就是塞布坦政府的杂兵 接下来的片段 是柱子哥与埃利塔看到上方过来的炮火 连忙变形躲看 这里有个细节 两人变形前 埃利塔在抱着柱子哥的手臂 说明这是两人关系比较亲密 接下来是埃利塔与黑寡妇战斗的片段 黑寡妇一脚把埃利塔踢进一栋楼 埃利塔顺势变形后 从另一边冲出去 抓住了空中的黑寡妇 然后两人一同落在楼顶 看这一次 最后黑寡妇应该是被埃利塔击败 下一个镜头 是大呼风发现自己有了手刀 手部一高片出现过 下一个镜头 是埃利塔兴奋的说了一句 从后面的环境来看 这位置也是他们从山洞出来后的森林 接下来是柱子哥 爆打八天虎三大天王的场面 青林柱左手拿着一把发光的武器 看样子像是能量刀 他后面这位从肩炮来看是声波 柱子哥先是跳起转身一刀劈中声波 能量刀击中后的爆炸把声波炸飞 接着柱子哥又一脚把地上的震荡波踢飞 这时左边的红蜘蛛飞扑过来 柱子哥一把抓住小红 毫不费力地把它扔了出去 从这段战斗的背景来看 这里就是预告片开头发生爆炸的那处地方 接下来柱子哥从天而降的片段 在首部预告片出现过 到这部预告片 终于让我们看清柱子哥完全体的样子了 网上流传较广的预告片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再补充几个其他版本的预告片的片段 一个是老魏转身的片段 再有就是老魏摁倒小红 变出融合炮前面的一小段 以及爱丽塔一大呼风看到这里时的反应 再有就是一群追踪者欢呼的片段 前面这群追踪者胸前有个标志 但是看不清是哪个阵营的标志 还有个片段是老魏将一名金色杂兵摔在地上 再有就是一架飞机发出像是阴波类的能量 将地上这些追踪者的能量枷锁解开 个人猜测 这架飞机很可能就是声波的载具形态 再有就是柱子哥的一个片段 可以看到柱子哥这是带着喷起背包 而且一手一个能量剧 看样子像是在铁包五千比赛中的片段 不过这是从胸部来看 青天柱已经有了变形齿轮 所以可能是在另一处的剧情 还有个片段是一名被打飞的杂兵 撞到了大黄蜂的手刀 再有就是老魏变成坦克 并打出一发炮弹的片段 还有个片段是柱子哥变形后 大黄蜂跳了上去并不断开火 看中围环境似乎是在一个矿洞内 还有个片段是青天柱埃莉塔声波震荡波 几人同时从某处跳出 声波一震荡波跳出时 变成载具形态飞走 声波的载具形态应该是参考了 SSY传声波玩具 震荡波的载具形态应该是参考了 围城这档波玩具的造型 最后一个片段 是一个建筑遭到猛烈的炮火攻击 目前还不清楚这是什么建筑 最后再说说预告片的彩蛋片段 这段剧情非常有趣 能看出应该是主角团体人 被红蜘蛛为首的一伙人抓住 正打算询问他们 没想到被大黄蜂的画老鼠竟给整不会了 以上就是所有解析 目前国外已经有人看过这部电影的适应 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国内现在也已经确定引进这部电影 我已经等不及去电影院观看了 好了这期视频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三连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